欢迎收看2024选战论坛 我是叫方杰 为您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首先来看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尚一夫 大家好 仪新任的侯友宜进办发言人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星期天蔡赖霄都要回防南台湾了 那高喊的就是总统当选国会过半 我们看到这个全台大造势 其实民进党有说现在开始 就已经是肉搏战全面向战了 就是第五波环岛要向战启动 全力催票四天三夜沿路唱歌环岛 然后12月21号从宜兰起跑 那这个侯照配这里已经有说 就是南北要分进合集 他已经有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台湾 能够拿下来 那南台湾说的少一点就能够翻转了 那科武这边呢 就是在六都跟新竹的大造势 然后1月2号开始 要全台大扫街 那现在呢就一进来说 我们来宾就已经在聊说 这个总统的选情到底是怎么样 民进党这边评估呢 总统选情是稳定的 但是几位来宾说 如果我们从赌盘来看的话 现在是不是稳定呢 民进党的这个评估的 你要先问我要问上工 赌盘要问上工 这大概多少 现在民进党能够这么乐观的评估 他们的选情稳定吗 当然如果要讲赌博 先说好赌博是不合法的事 那当然你看最近开的局势 当然蓝白盒那一段时间 赌盘是停开了 因为连赌盘也抓不准 到底合不合 当然正是分开了以后 当然就陆陆续续开 那曾经当然一分开以后 侯友宜的民调跟柯文哲的民调 开始出现喇叭口之后 当然从150、120 一直到80的盘都有 换言之 那个我们换算成 大概是68%到70%的投票率的话 他大概就是5到8%游动 5到8%游动 那这5到8%游动呢 你回过头来看很多项民调里面 包括连国民党内参 以及民进党的内参 大概就在这个区间里面晃来晃去 所以现在选举 是否就是说5到8%里面 一个相对的领先 是不是会变成后面绝对的领先 那这30天 大家就是一攻一守 当然比较民调稍微落后的 侯康他一定要攻嘛 那你现在是赖销一定是处于一个 要把他的既有优势要守下来 要守下来 所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策略走向 大家策略走向 你看侯友宜是从南部往上冲 南部往上走 那你看到了所谓的环岛拼图什么 他是从东部开始走 那东部可以看得出来 东部还是属于国民党比较偏的优势区 比较优势区里面 那一攻一守的过程当中 当侯康都往南部为出发点的时候 你也发现肖欧赖也开始要回防南台湾 南台湾 你比如说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就是那个林俊宪 林俊宪因为对手缓行的因素 失去资格 刹那之间他失去了一个国民党的对手 那大家都说林俊宪大概是第一个 可以宣布当选的人 但是他的活动照办 甚至于有些活动赖清德是亲自下令他 不准不办的 不要以为你当选就不办 还是要办 那当然林俊宪 那就举一个例子 林俊宪大概 我们大概都说他笃定当选了 那为什么还要一路下面还是要确定你活动还要办下去 吹票 因为你笃定当选 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不投你也可以赢了嘛 那你不投可以赢的话 你会影响到政党票跟总统票 所以你像连林俊宪所有的活动 他都要一定办下去 因为他只有一个因素 我选到最后关键的时候 吹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大家要把票给吹出来嘛 所以你说现阶段 大家能够在 为表态的中间那一块 十几% 十五%左右的选票 其实你要把它逼出来 能够吹出来的空间 实在是越来越小 到最后是用一个情绪性的喊话 吹票 其实说实在话 现在在跟你讲政策 还能把那些吹出来的话 早就吹出来了 所以现阶段最大的关键就是挑情绪 情绪性的喊话 如果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去年的选举 2020年的选举 大家记得的是什么 抗中宝台那一句口号 陈水扁的时候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所以大体上 大概能打到最后 大家能记得的 都是一个能够挑情绪 而让你出来投票 心里共鸣的 对不对 你再跟大家讲 你包括连2020年 虽然谁没选的 郭台铭最后没选 但是他的一句话 各党都在用 六岁国家牙 所以打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单纯 越来越单纯 他的口号会越来越 越简化 然后就在 主要就是想办法 要让你那一句话 去挑你的情绪 挑你的情绪 然后接下来就是动员 把我挑起来的情绪 到一不断的动员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 把你的情绪拉到最高点 明天记得去投票 所以现阶段 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一定要把造势场合 整个要弄好 让大家看到那个气势 支持我的群众里面 是感觉到说 我是有机会当选 那个气势摆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做什么事 大家都在做一个动员 吹票 还有就是最关键的就是 大家要挑情绪 然后现在你说巷战 也进入巷战也没错了 因为你包括连 各行各界的后援会 等等都在车拼场子 所以你这样打下去以后 大家就会再看 谁的热度 谁的那种气氛 到最后 如果气氛够 你可能会去 对有一些 觉得说我懒懒的 我不想去投 但是我的立场可以接受绿 或可以接受蓝的人 会不会被那个氛围 给拉出来投票 拉出来投票 现在大家在做的事情 大体上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民进党他现在吹票 刚刚这个上公也有看了一下 然后就摇摇摆 因为这个赖清德是要用这个 五层富士动员吹票 然后这个林非凡有这个海坤号 要到处去集结奖 刚刚上公 如果一上公刚刚讲的 这些包括抢救王毅川 这些行为能够像上公说的 能够吹起这个民进党支持者 或是尚未决定支持者的这个情绪 或是共鸣吗 有一句话叫做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今天是做这两张事 就太喜欢了 这两张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张很清楚的是 中间是总统 右边是部分区 左边是区域 好不好 观众朋友再看一下 他的区域立委的海坤号到处去 那林非凡他现在没选 他就去助讲 希望区域立委能够稳住 因为这一次 我们都在看 如果来清德州 这能赢的话 那能赢多少 赢多少 30万50万吗 还是更多 不会很多 不会像上次蔡总统那么多 200多万票 第二个就是国会 民进党肯定应该是要掉 现在63席 那会掉多少 如果掉了10席 那就剩下53 没有过半 如果掉14席 连50席都不到了 他就不是立院的席次最大的 观众朋友 如果锁定在7席跟10席以内的话 7席就变56 国会没有过半 三党不过半 但如果呢 他在5554的话 他有可能还是国会最多党 对 所以就是说 各自都有各自的想象 我们请导播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张 第一张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民进党的做法呢 就是希望总统胜选国会过半 所以赖金德跟夏美琴会有很多的活动 那总统胜选应该是民进党的 他的最后底线 一定要以 没有的话就没办法执政了 可是国会过半 虽然讲出来 我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民进党也知道 未必能达标 但就算不过半 也要把旗帜冲高啊 对不对 这是民进党的部分 国民党就是要政党轮替 那国民党现在有一个 他们觉得说 充满希望的是在于 去年选举的时候 像谢龙介 在台南的民调选前 严重被低估 选后开出来 跟黄伟哲只差了 对不对 5%不到 所以他发现说 原来好像中台湾 南台湾的国民党支持者 过去已经输到 all land 输到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了 遇到民调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表态了 民调差那么多 结果谢龙介 跟黄伟哲那么近 科智人也有40% 然后肃清权才差多少 一万多票 然后那个 那个嘉义算数比较多 但是也没有崩盘 所以你看这些朱立伦 把这四个人派为不分区 就是他们没有放弃南台湾 所以南台湾 现在有四个去年的 县市长参选人 放在那边的时候 民调的人输 他觉得知道 南台湾不是以往那种票的话 总统会赢 所以国民党 他拼的是这个 但是在民调整体 还是输的 我就讲大概就输 这个所谓50万到80万之间 最后是看这个民众党 因为个人的看法 都不太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我认为 因为今天已经剩下选举 最后倒数27天了 那柯文哲的声量依旧高 话题也很多 一下子蒋经国 一下子陈定南 一下子又不知道变谁 可是呢 或许年纪大的人 你看民调 像我已经快50岁了 我就觉得这样子不稳 那年纪再跟往上走 67时 他的支出真的比较偏低 那大家不喜欢他边来边去 可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说他有声量 阿伯不放弃 我不放弃 我爱你阿伯 所以他所死在20%的状况之下 或许他还是名为选总统 但是其实他是要保他的不分区 他希望有八席 那你看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 先天上的不足 蓝绿都几乎全台的选区 全部提满 但是他只有提10席的区域 你说11席 另外还有个原住民立委 所以73个选区 他只有10个选区 有他的参选人 他可以去 你看他去永和 他去中和找邱成远 去台北找张奇路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都去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只能办6都加1 就是6个都会去加新竹 那我问你 那6都加1 其他的限制你要怎么办 何况你有办的6都加1 你那个场跟蓝绿也不能比 你在6都办的 台中办的 高雄办的 都不是陈其迈 赖清德那种场 都是3万5万起跳的 你就大概2000到1万 所以差别就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目前我看 民进党他们对于总统胜选 虽然是脆弱领先 民进党认为 赖清德目前看起来 今天27天 应该还能赢 那未来会有 证件发表会跟辩论会 那个东西呢 或许就是一个破口 其实以往来看 除非有天差地别 就是有一扣选 在辩论会场的时候 完全失态 然后整个崩盘 民调掉5到10% 不容易啊 可是那个微服的1 2% 是有可能的 所以要好好准备 你们的辩论会 以目前状况看起来 今天收发27天 当选的刑事几率 还是赖 投 喝 是这样子 然后国会看起来 非常有可能 三党都不够办 那林涛这边 你们掌握到的 现在说民进党脆弱领先 那国民党是不是有机会 民进党 对 民进党的脆弱领先 真的还蛮脆弱的 因为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以区域不分区 跟这个总统的选举 基本上很快的分析的部分 区域的部分 以桃园为例就好了 现在巴德大戏 我们刚才在跟来宾讨论的时候 已经再多次的民调 稳定过关了嘛 那所以现在在抢龟山跟卢竹 还有大元跟观音 我们海线的部分嘛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以桃园为例 现在做四抢五要拿六了 这就是区域立委的形式嘛 那你说如果桃园 能够拿四到五席 基本上全台湾在区域立委 国民党过五十席 或是抢到五十席 是有机率的 那如果区域抢到五十席 接下来就要讲不分区了嘛 如果能够拿再多拿两席 国民党不见得不能单独过半 我就要讲 刚才那三个图卡 在镜面上的图卡 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民进党 最后的策略 基本上只是吹出基本盘 要来炒热他们的投票率而已嘛 海坤浩谈的就是抗中保台嘛 就是国防外交嘛 就是要把这一种拉拔起来 这种民进党 这种我的那种热情啊 好笑热情 我基本上我去看过 民进党的肇事场次 同温城啦 同温城 有没有嗨 有嗨耶 有嗨又好笑 可是有嗨好笑就是吹出基本盘而已嘛 那我觉得他们的策略 希望把投票率从六成五 拉到六成八 甚至到七成 这是民进党的策略 可是国民党过去跟我们的 投给我们的年龄跟结构 跟民进党差很多 我们不是只有那种好笑热情 吹出基本教育派而已 挥头国民党的中间选票 经济选票 中间蓝 看政策 看很细的 不是你在那边呼呼哈哈哈哈 就是那种很开心 然后就把几百盘吹出来 所以你看到他们是抢救玩义川 我们是抢救杨应超 杨应超是国际的财经大师 刚才这个韦翰哥也提到 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四大县市战将 未来要选这个地方县市所长 柯正选高雄 西龙卷选台南 苏清泉是要选屏东 这全部都是布局好的嘛 那另外还有四大金刚 这个我们的博韵政专家 陈金辉 还有我们的这个葛卢军 AI的专家 还有陈永康国际军事的专家 国际的财经专家杨应超 你跟高下利剑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讲中间的 抢经济的 要把部分去吹出来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 我们的区域跟部分去 表现得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的关键 会跟民进党一样 会是在抢这个总统的选票 绝战中台湾 可是要力保南台湾 不要落差太大 所以你看到前几天 侯友宜到云林 八场耶 那个根本就是 不要讲地毯式的搜索 叫做地毯式的吹票 你就可以看到在云嘉南 到最后高高平 他在车队少街 是从高雄出发 全部就是要把蓝营的票 不要落差太大 而且侯友宜 是不是可以拉到南台湾的票 当然可以 你看现在的访问 全部都已经用闽南语了 非常流畅 非常有自信 他是嘉义 出身后来在泰宝 在这个破济 这个就是他的优势 所以最后的关键 决战中台湾 力保南台湾 国民党会有机会的 好 那到底是不是能够成功地 决战中台湾 力保南台湾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刚刚私下伟翰说 其实这个抢救中台湾 或是南台湾 蓝绿汉的口号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目前到底 中部南部的选情 就你的判断是怎么样 因为那些沈富雄说 中张投国民党 还是比较弱的 你觉得呢 2018年的时候 卢秀人就选赢台中市长了吧 那他现在目前在中台湾 其实应该说整个 包含连新竹到嘉义 他现在组了一个 郭东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竹竹苗 中张投云嘉南的一个 整个八县市联合起来的 那个联谊会 县市首长联谊会 那你要知道 因为这几个县市 它的共通特性是 只有台中市直辖市 所以这八个县市 现在变九个了 因为只有嘉义县没有参加了 八个到九个 没有办法去参加行政院会 只有卢秀人可以代表他们 大家去 所以变成是中台湾的霸主 中台湾的班长 所以卢秀人在这个地方 现在还在选举 因为最后看大家投票怎么样 蔡壁如是民众党参学人 可是这些大家都戏称说 立即卢系立委 每天都跟卢秀人走 所以他在台中的影响也是大的 那以去年的县市首长的选举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 台中29区 他跟蔡其昌29区的选票 全部都是卢秀人赢 所以卢秀人在台中市 然后我刚刚讲的 中章投云加男 那朋友没有到云加男 就是中章投云 然后云加没有男 他其实赢奖金是蛮大的 但是因为卢秀人是台中市长 所以国民党台中市的票 就一定赢吗 不一定不见得 以立委来讲的话 目前还是民进党席次比较多 台中有八席的立委 眼下六席都是民进党 只有两席 杨琼英跟江启臣 是国民党立委 表示上次没选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总统跟立委的选情 其实是极度联动的 跟市长议员来讲的话 联动的还要多300%以上 因为议员是多席次的 可是立委就是一对一 因为我们已经改制了 所以如果总统最后 我们这样假设 如果最后总统是侯友宜赢的话 很多误博区 可能国民党立委都赢了 但反过来 如果总统是赖金德赢 而他赢的票数也在50万票 80万票以上的话 那很多你以为民进党 可能要调的这些立委 他又捡回来了 所以现在目前 区域立委跟总统 直接联动装置 再看政党票 因为政党票是这样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 34席的立委当中 国民党13 民进党13 然后民众党5席 跟时代力量3席 那是因为时代力量有3席 我也访问这个王婉玉主席 他也希望时代力量能够留下来 可是观众朋友 没有5席你就没了 那以现在目前 删除总统参选的状况 之下的时候 今年时代力量非常的困难 如果最快的状况发生 就是连一席都没有的话 那三席实在力量 会跑去哪里呢 是跑去民进党呢 还是跑去民众党 还是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跟民进党 都预估12或13席 因为现在就13嘛 可是民进党私下来讲 我们区域可能会输 可是我们部分区要捞回来 因为抢救王一川的那个活动 突然变成是民进党 造势活动当中 大家争相邀请的 我也去看了一些 那些活动的那个现场 民进党支持者 你说国民党支持者 当然不喜欢王一川 民进党支持者 对于王一川到现场 他是有热度的 他会嗨的 那王一川虽然他排14 可是因为他们男女 分布的那个关系 他实质上要选到16 他才会上 所以16席 哇那怎么可能啊 去上次蔡总统 拿那么多票才13席 这怎么可能16 观众朋友 那跟投票的那个 集中性有关 2016年 观众朋友 2016年蔡英文 第一次当选总统 他得票只有689万 没有800多万 689万 可是民进党的 部分区立委18席 因为他得票比超过一半 那时候就是总统 就是蔡英文 然后部分区也是 这个民进党 所以有18席 但到了2020年 就四年前的时候呢 我总统投了蔡英文 可是我政党票 可能投 时代力量 可能投台湾民众党 那个时候可能民众党 大家还绿营 还有人要投给柯文哲 现在看起来 那个绿白已经翻脸了 他可能就不过去的时候 民进党这次是高度期望 他们的部分区是要往上走的 就是不会只有13席 所以即使区域掉了几席 如果部分区拉几席回来 民进党确实还在希望 能够不过半 所以就各自要去努力 因为以以往来讲的话 我刚刚讲的民进党 再补充一个国民党 上次韩国瑜虽然输给蔡总统 那么多万了 265万 可是韩国瑜的总统票 552万 国民党部分区几票 470 所以你会发现 总统蔡英文817 政党票民进党480 总统韩国瑜552 政党票国民党470 然后没有总统候选人 上次时代力量109万 台湾民众党158万 所以总统多少票以后 政党票是没有那么高的 那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倒过来讲 民众党的巴西 不见得能达标 因为就算柯文哲能够锁住20% 他的政党票可能没有 柯文哲个人的总统票高的时候 他的巴西其实也不算低标 他要非常努力 而且锁住20才有 如果连柯文哲的总统票 都没有到20 甚至掉到15 还更低的话 那民众党的巴西 部分区的这个美梦 或许会破碎 其实上次有一个状况 是因为很多投给蔡英文 第二任嘛 所以并不是喜欢蔡英文 是害怕韩国瑜 对 所以他选民自己 就分配了他的票数 所以他的部分区得的比较低 对 所以其实就是上次那个状况 我们这次几乎可以断言 就不会有一个 800多万票的总统出来 这三位就是韩国瑜 对不起不是韩国瑜 侯友宜 那个赖清德跟柯文哲 那既然没有人那么高票的话 所以民进党才想 那我们这次应该会集中投票了吧 会把票投给赖清德的人 难道会去投民众党或国民党 或时代力量的部分区吗 不会 所以他们这次反而乐见 他们的部分区其次 会比上次的13级更高 就是这个逻辑 韩翰刚刚提到的这个中部的部分 那刚刚私下这个上公 其实也稍微聊到了云林这边的 区域立委的选情 据说是有点蛮出乎你意料的 包括现在的议长 都是有张家支持的力道在里面 蔡永德呢 应该也可以算是张荣卫的人马 张荣卫的人马 所以你看到张荣卫不仅是 已经是公开帮这两个人站台 你包括蔡永德跟丁学忠里面 组联合服务处等等 整个形成一个脉络出来 就是说整个国民党蓝盘里面 包括五党籍的蓝盘里面 开始在集结 所以听到云林里面 既然民进党也可以对一席发出警讯的话 那从立委的层面上来看的话 民进党的局势似乎没有像总统那么稳定 像总统 刚才伟翰谈到说2020年 2020年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赢了287万 但是总total的区域立委里面 民进党赢多少 民进党只赢了69万票 只赢了69万票 区域喔 区域 原住民的话是国民党赢了将近七万八千票 如果你把79级合并算的话 民进党大概在2020年那一场过半的选举里面 总total只赢了国民党62万票而已喔 没有 没有那么多 那62万票 只赢了62万票 为什么可以让他立委过半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抗中保台 青年回去选票 那种五五拉锯的 民进党都翻过去赢了 五五拉锯的那一个 甚至于是国民党小幅领先的都被翻掉了 所以这次很有可能再翻回来 都被翻掉了 所以胜负比都很近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席次都是赢几千票翻过去的 都不是大赢几千票 所以你从区域上来看 你看总统赢了287万票里面 你的区域立委赢不到70万 你的原住民大概还输国民党输了7万 你的不分区里面 不分区大概也没有赢到 赢不到8万票 也赢不到8万票 所以总统的选举跟立委的选举 某种程度上 它是有一定的落差度 有一定的落差度 然后现阶段就是 人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当我们看到国民党一党独大 然后变成民进党执政 陈水扁而国会不过半 到马英九到蔡英文8年 一党独大过程当中 人民始终有一个想法叫制衡 我总统可以投给赖金德 但我的立委我可能要去投给别人 我可能要去投给别人 你像之前也有民调做科武 科武里面的 支持科文哲的支持度里面 你问他有些政党部分区你要投谁 你会发现科里面有一部分的人 不投民众党 要去投国民党 那相对的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说制衡这一块 在人民的想法当中 似乎好像是一个 一个能够引动 引导这个立委 包括连部分区里面的 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赖金德的民调 侯赵的民调 甚至于赖金德在之前 侯的民调低迷的时候 赖金德赢很高 但政党票没有赢很高 政党票没有赢很高 所以人民某种程度上 他还是有一个制衡的观念 制衡的观念 可能人民在看过国民党跟民进党 同时都是绝对执政 一党独大的那个时代 有很多人经历过 他们不想让在一党独大的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有看到一份民调 战争与和平 民主与专制 跟贪污与清廉 结果认同这场选战的主轴的时候 反而是 清廉与贪腐最高 清廉与贪腐最高 为什么 因为大家到最后回到哪里 回到了内政 还是回到了一个 检视执政党内政的情形 所以立委的状况 为什么民进党认为 总统选举目前为止是稳定 而立委要过半 有他的困难度 所以这就是人民 我总统 某些程度我总统可以投给你 但我不希望你在一党独大 那个制衡的观念 所以他宁可要 你不要过半 让在野党的席次可以监督你 监督你 所以 为什么立委的状况 国民党里面现阶段 反而是词比较乐观 但是我也不相信会过半 林涛的说法 我也不相信会过半 就是 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 我们113就要公布结果 当然113公布 不然还114公布 通常我评论都是有评有趣 因为我比较好奇 通常这种制衡的感觉 会比较出现在中年以上的选民 因为就像上公讲 因为我们经历过了很多次 有这些观察 有这些感触 可是年轻人 他可能会就是一腔热血 跟吴欣盈一样 我喜欢你了 我偏爱你了 我就相信你了 可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 20到40岁的年轻族群 对国民党来说 在云嘉南高屏 这边都还是比较落后的 那青年选票 会不会成为关键 对国民党来讲 上一次会输这么多 就在青年选票 这一次可以靠战狼大哥哥 这个年轻人的立场 抢到很多票吗 基本上我们看到 刚才的两位 我们的前辈的评论 我基本上是认同那个数字 就是到底这一次 会不会有分裂投票的情形 是很值得观察 因为这在政治学界 2020看起来是超级分裂投票 那蔡英文拿57个百分点 可是在这个政党 民进党只拿了33.98 那国民党是拿了38的总统票 但是到政党 我们拿了33点多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超级分裂投票的状况 这一次会不会有分裂投票 我们可以再来评断 可是如果目前看起来 区立委跟部分区立委 整体的选情是拉高的 某种程度也带动了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看到整个政党的形象 部分区的形象 确实有带动侯康的这个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高层会议传出 这我后来去查证 确实有这场高层的会议传出 不要觉得侯康当选是没机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不要到最后在PK的时候 是有可能过关 那彰显在哪一个数字 彰显在刚才主持人讲的数字 你把它提炼出来 20到40岁主席讲的是高高屏中 中张头的部分的20到40岁 可是你看到整个全台湾的20到29 或30到39 你看到在美丽岛第90波的民调变化了 我说真的20到29岁在美丽岛的 因为纯事化民调有可能比较测不到 37或55的首期跟事化民调 没有人说得准 因为到最后这些年轻人会不会去投票 真的没人说得准 可是30到39岁以过往的经验是准的 而你看到美丽岛30到39% 侯康是拿到31 赖销是拿到27.5 这几波的政策真的有感 三波嘛 第一波是青年1500万贷款 互有工房 但是确实有一些 他不愿意表态 可是他可能会希望侯康当选 来推这个政策的人 他投进来了 第二种是课后辅导 能够6点变成7点或是8点 我就很有感 我的妹妹 我们接下来这课后辅导 如果能够公立学校 百分之百都有课后辅导 我不用说我今天一定要几人才能开班 然后我也不限制在6点 我觉得很有感 第三个是侯友宇办公室今天推出的 学贷全免利息 全部都在抢这一块 二十到四十岁全部都在抢 所以你说有没有用 在民调的显示有黄金交叉 三十到三十觉得确实有用 那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大家觉得直求对解总是好的 赵少康他去台中一中 大家觉得说 你去台中一中会不会被修理 还好我的学弟跟他互动不错 后来他演讲完 支持他的从46变67 这很直接 因为他出口民调就问 给他问就是 你原本支持侯康是多少 那你听完演讲是多少 确实上升这二十个百分点 政大大也觉得你会被修理 可是他直接说出来 如果赖清德 这个直求对决要来跟赖清德 直求对决跟查这些弊案 我觉得 年轻人也许 没有很看你的政策 或是看你的这个 讲话的内容 他看你直求对决就想投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关键 国民党往这个方向走 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 好 青年人到底比较喜欢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刚刚这个林涛说 赵绍康先生面对学生 然后因为有直求对决 就有人很喜欢 那他也的确说 我不是LKK的国民党 可是同样也是跟学生互动 他那天又出现这个 你越逼我 我越不辞 这种态度到底是让你 年轻人觉得你好帅 你很直求 还是会让年轻人觉得 我其实不喜欢你这样子的态度 我也看你觉得 我觉得赵绍康 他来当侯委员副手之后 别的不要讲 就至少你看到 至少方间包含进电视的民调 九大民调 侯康佩都是往上冲 冲破30% 稳定第二名 我以前常讲一个简单的术语 叫做爬三抢二 爬上30% 抢到第二名的 他才有可能 让第一名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在跑步的时候 跟他跟得很紧 对不对 在那边喘气的时候 第一秒就紧张 所以现在赵绍就紧张 回头看一看 那个人是猴子 猴子怎么跑上来 对不对 OK 那所以就表示说 他一定做对了什么 第一个 侯友宇本来就是 蓝营的 现在都已经生20几天了 我们就讲白点 没关系 生蓝的不投他 那蓝皮绿谷 我干嘛要投给你 对不对 所以就跑去 投射在郭台铭身上 所以我大概讨论说 郭台铭怎么办 其实郭台铭的那8% 应该已经大部分 因为可能一点去柯文哲 大部分都回来了 但如果他来了以后 会造成一个 如果郭台铭最后 帮侯友宇站台的话 他可能会有那个 最后再多个两三% 而且那个不是基本盘 而是西瓜派 这组的 然后就冲上去 我要政党轮替 因为现在看起来 五六成要政党轮替 但五六成要政党轮替 这些人 他也并不等于 每一个人都是 痛恨民进党 没有 他可能失望 但是我对民进党失望 对你又不放心的时候 他还在犹疑 所以赵超商来了以后 帮他补了一个 深蓝选票 再来就是口条 侯友宜他可能就是 讲话没有那么厉害 那这种状况的时候 来了一个 对于实质话题会冲的 方杰刚刚讲那个是 跟赖清德对赌 你老家拆了 我总统总事长就死 那其实以现在的状态 因为毕竟我们节目 蓝绿白选民应该都有 你站在那个角度看 赖清德他不拆 他万里老家这件事情 民进党的支持者能理解 可是中间蓝银跟白的 都不接受 所以他一直在调民调 他从宁出到现在为止 他手起刀落 党内改革 黑金枪毒炸 什么学伦 他是不断得分 所以他民调才高 可是他发现 赖清德在过去的各大民调 他都在往下调 那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万里老家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坚持不猜 反而是 为他自己埋下了 继续往下调 甚至有可能最后落选的隐忧 那我就不懂 民进党内部有人建议他拆 可是他不愿意 对 原因是什么 没有 这个东西 对不起 我这样讲 他不愿意这件事情 这个话要收回 他怎么做决定我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很明确地 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 总部里面也有人很急 说干脆就拆了 因为观众朋友 第一 他根本没有住在里面 然后第二 因为他母亲最后 故事的时候是在那个地方 他有感情 没有错 可是他会认为说 你小时候又不是这一件事 后来2003年拆 又修缮或是心盖的 那你又不是小时候 剪那个瓦片 MPR不是这桶 你把它拆来就算了 可是每个政治人 都有自己的坚持 这我们不能替赖心得做回答 只是我们误识 或者是从外面来看 这个事情对他造成伤害 那侯友宜这部分 因为加了赵兆康之后 他往上冲了 所以他已经到了30%的时候 他就站在一个挑战者的位置 我有可能要超过你 加上民调的误差 其实他们现在这两组 要说谁一定稳赢 真的很难说 那赵兆康 他的这个职球对决 就是过去侯友宜做不到的 所以我才讲 赖心得的副手 上面以前 有帮他补到国际这一块 侯友宜的副手 赵兆康有帮他补到 申兰选民跟时事议题 职球对决这一块 反倒是 柯文哲的副手 吴欣宜就是对柯文哲的帮助 并没有太大 也就是没有吴欣宜之前 柯文哲是这样 有了吴欣宜之后 柯文哲还是这样 但是你显然看到 赖心得跟这个侯友宜 增加了副手之后 都帮他们补了一块以后 台语叫会中 他们就会涨上来一点 尤其侯友宜 他加的更是明显 直接加到破表 本来十几% 之前侯友宜 很多民调都只有18% 20% 现在冲到32% 33% 就多了十几% 其实还有一个韩国语 因为韩国语排到不分区之后 国民党形同就团结了以后 整个省事 不是一个侯友宜有三十几% 而是国民党 现在这个team 跟可能执政未来的愿景 致使于这一组 现在目前能够占上30% 我记得当初 这个肖美琴 因为她在美国 为台湾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很多人觉得 你在那边发展得这么好 然后回来选副手 甚至有一些声音 是觉得有点可惜的 甚至开玩笑说 她如果回来之后 发现同样跟她 身为副手的对手 根本没有那么强 早知道就不要浪费她 结果现在看起来 虽然说她也有一点加分 可是这个美琴旋风 有没有刮得很大 有没有加很多 我们请教上工 你觉得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副手的效应 在公布登记 结束之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副手的效应是递减的 就是说副手还能够 帮你的总统候选人 还要在网上堆的量能 其实它是某种程度上 它是递减的 因为已经堆过了 你包括说 萧美琴 大家说她可以在国际上加分 当你一公布是她的时候 那个效应就发生了 就开始往下 它就发生了 然后另外就是说 萧美琴有一个 可以帮赖清德最特别的地方 叫英粉 英粉跟韩粉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们不一定全部都是民进党 或是国民党 韩粉不一定全部都是国民党 所以在二零一九年 赖蔡的竞争之后的英粉 其实有些人是默然的嘛 还是有些英粉是默然 但是萧美琴是可以把这块补上去 所以萧美琴有没有加分 是有加分的 还有就是一个女性 萧美琴的打的一个 你注意看她去很多人那一边 逗猫或什么 她打的一个是相对于年轻人里面 比较感觉到毛小孩 宠物柔性的那一面 那你可以看到赖清德 是一个我们常说 她是一个守规矩的传统性人物 所以她之前光是服装希望她把领带拿掉的时候 幕僚就劝过她很多次 好不容易才把领带拿掉 所以她相对性上面有一点那种柔的 可以去帮赖清德柔化一点 那当然赵少康 其实第一波 侯友宜的第一波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瑜 是因为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不分区以后 机场大造势就公开都站在侯友宜旁边 那当然赵少康出来的时候 她某种程度上是23号整个破裂以后 24号的登记的时候 那一个分界点 然后蓝白分手以后 当侯友宜在23号凯越 把那个简讯念出来以后 分手以后 其实那个蓝白分手的蓝营 整个归队 整个的那个效应 好就整个拉起来了 那韩国瑜后面公布赵少康 那当然赵少康 弥补了侯友宜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刚刚讲到的说蓝营的问题不谈 另外你说那一个空战声量 不要忘记 如果赵少康没有 而选择不是一个空战型的 像赵少康这样的人 那今天的话语权的主导会变成谁在玩 你很可能是柯文哲 所以赵少康出来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是在空战上面 某种程度上是平衡了柯文哲 可以把柯文哲稍微压一下 否则我们都知道 空战里面在那边玩的最凶的就柯文哲 那你今天来了一个赵少康 赵少康一句话说 你老家猜我持中狂 我就跟你说我跟你对赌 我跟你对呛 这某种程度上选举上面有一些人会觉得 他是正面的是 就是说一句台语叫拌气扁 他敢拌气扁嘛 有材料你听我来找 那赵清德要不要接招 对 还有一点那种是 我要跟你拌气扁嘛 我们来赌气扁的嘛 所以某种程度上 他对有一些相对年轻看到那个赌气扁 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吸引年轻人说 这个人气扁好 那所以如果赵少康可以赌气扑 然后萧美琴这个很文心很柔性 那吴欣盈有人说他很坦率 那这样相较之下 你们觉得这三个人 接下来因为有这个副总统辩论 谁在这个辩论 有机会去争取年轻人的眼球 比较有机会 当然这里面的时候 当然萧美琴 我觉得萧美琴跟看赵少康 这两个人的辩论程度 当然我觉得吴欣盈 吴欣盈大概说他帅直 我觉得那是一个转向的说法吧 就包装过的 大小姐不理任何人 然后你就说不好意思 说他大小姐比起他帅直 他帅直 那我是觉得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的既定印象 就是说萧美琴 赵少康跟吴欣盈 其实副手公布到现在为止 社会上面一般人 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新硕 大部分都已经新硕 那辩论过程当中 大家比的是一个 谁比较出错比较多 谁比较不要出错 而且在那个场合里面 其实辩论大家比的是什么 反应跟口才 反应跟口才 那现阶段你看起来 其实萧美琴的反应于口才 跟赵少康的反应口才 大体上都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你在论述过程当中 不要出错 那现在比较挑战性的 反而是吴欣盈 反而是吴欣盈 因为吴欣盈 当然他当 当然在星光的时候 他也没面临过说像 要出来跟人家辩论挑战的 这种事情 然后你当立委的时候 其实你面对官员 两个在咨询台上面 我们常说一下 在立法院里面 立委站上去 就先高过官员三分 就先高过官员三分嘛 因为我是问题者 你要答复给我 所以你站在那咨询台上面 立委跟官员 大概立委就先 跌高了三分 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 对不起 大家一般高 大家比的是一个政治养成 对于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辩论的问题 这个是比的是政治养成 你像 虽然赵少康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他有两个回答问题 我就觉得那 那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向于政治养成 问他吴欣怡有钱人的时候 他说 如果家里本身就有钱的话 合法取得 他没有意见 这是他回忆吴欣怡的一个问题 那 许巧新还有尤淑会在质疑 那个 小美琴 没有 小美琴国籍的问题 赵少康刚回答是 我没有证据 我不评论 所以你看出来 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 你政治养成如何去回答 让人家觉得 他说的没错 你本身就有钱 家族就有钱 你本身就会赚钱等等 你有钱 只要来自于合法 我没意见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你知道辩论 大家都会想办法刺你一下 刺你一下 你的回应跟你的情绪控制 就变相对重要 可以说相较这样 赵少康没有那么容易被刺 是这样吗 我觉得要能够是他一个辩论里面 包括选过市场 中广主持节目等等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场合上面 我觉得要被激怒 失控的可能性都不高 比较低 都不高 我刚才发现 因为上公跟伟翰 其实都提到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副手 可是其实你们都提到了 韩国瑜的重要性 接下来如果刚刚我们讲说 蓝绿现在都要拼翻转南台湾的话 韩国瑜在南部的场 是不是的确可以帮国民党 这个赚进很多的人气跟情绪或共鸣 林涛你们的安排 是不是他主要在南台湾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韩国瑜 去龟山卢主帮这个牛许廷站台的时候 讲得真的超好笑的 他说这个吴志洋 他吹萨克斯风 比那个王世坚拉小屁性还精彩 就是你基本上听他会觉得说 很有趣 所以那现场是热的嘛 那热的现在大家在进行短兵相接 就是要把投票率往上拉 那往上拉当然要有很多人 他可以去跑场 他可以去助讲 他可以去炒热气氛 所以我上次跟那个韩市长 在巴德在为那个秋洛华站台的时候 我们听他讲也很有趣嘛 那现场是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加分 我觉得就是说能不能扩圈 这当然是在最后短命相接的时候 是希望把原本的支持者的投票率再往上拉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他会达到这个效果 那我要回头过来讲 说真的刚才上宫讲说 赵少康也好或是萧美琴或大家 大家对既定印象已经形成了 对 所以大家要加多少分 不要扣分就好嘛 你看一下萧美琴他原本的对美国的这些专业 因为民进党交付给他的任务是 你要文清一点拉年轻选票 所以就没有让大家看到他这种 对美的这种外交专长了 就我觉得加分就有限 那赵少康是因为他可以到处去站台 赵氏他也很会讲 所以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堂 再度广固 可是我们刚才讲了第三个无心营 会叫票耶 前几天我们去那个吃家母鸭 我们的办公室同仁 他就跟我讲两件事 他说 我前几天去拉回去看他在政大的场合 我真的觉得听得很痛苦 一下中英夹茶 那个语调又很奇怪 我当然不会批评 因为语调而觉得就会扣分 可是我们讲的是一般民众的感受 他听你讲话就觉得说 如果你未来你到辩论场上 大家听得懂你的内容 会觉得他是在讲你的style 还是在听你的内容 就会造成加分不明显 第二个 我听到一个很明显的吃饭 在隔壁桌上他讲了 我支持柯文哲的 可是我看到无心营 我才投不下去 他真的投不下去 所以选取到最后两大重要的变数 就是无心营 很会把柯文哲后退 而且他投我们 这个无心营 然后到柯文哲 这个无心营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